好 接着讲 他说在这个时代 寒窗苦读已经从优势变成了劣势 权贵精英阶层的孩子 由于从小耳濡莫染 接触的人和事很多 视野宽广 知识面丰富 因此可以谈吐得底 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最后在顶级人脉圈的推荐下 轻松迈过顶级学府的门槛 现实就是掌握国家政治命脉的是同一圈层出来的人 贝克街的亡灵爆出了经典名言 随着日本这种世袭制度 人类的错误历史将不断成员 政治家的儿子成为政治家 银行总裁的儿子成为银行总裁 这样下去 不管过多久 日本还是不会改变 你说安倍晋三 他从他外祖父 他父亲到他 对不对 三代传承 日本的这种政客 也都是那种世袭式的 一般的这种没有门法保护的这种人 很难上来 但是也会有一些 但是就是说要一点点的去 就是说他这一代 有他的天下板 下一代可能就能突破上一代的天下板 他一点点上来的 所以这种东西也很难说 也很难说 接着说 他说美国的政治圈层同样固定 而且特别讲究血统 种性制度也更严重 素有美国印度化 印度神仙化的谜 这个还是有点意思 然后接着说 他说不过美国版的种性制度 不像印度那么直白的划分 那么赤裸裸的阶级歧视 许多不混政坛圈的百姓 如果没有深入接触这个圈子 更不会的有明显的感觉了 不过你也不能这么说 所以我经常说 只有川普这种人 只有在美国才有可能当总统 其他就是几乎是没有 就在英国欧洲都没可能 只有美国 川普才能当总统 这是美国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 为什么经常我们说 就是说你不要 就是说压美国会输 你知道吗 不要读美国书 读美国书你一定完 不当然我经常说一句话 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白人战绝 都说美国 我绝对不读美国书 我觉得美国未来一定会有机会 但是如果最后是一个 就是说印度裔为主的 就美国在印度化的话 你还让我不读美国书 我有点抖 我心有点虚 你懂我意思吗 就跟南非一样 如果都是白人为主 对不对 我抖他书 那是我不对 但是如果最后都是 非洲裔为主的话 你还让我不读他书 我抖 我抖得慌 我怕金森 你知道吗 我有点害怕 就这个意思没办法 美国现在 他也是这个问题 对不对 新加坡那是李光耀不也是 你看华人比例越来越低 李光耀就不惜到中国 去让中国派人过来 够填 也要把它填上来 绝对不能让 我跟你说 新加坡也是 新加坡如果有一天 华人占比不到30% 你看新加坡 还像现在这样的 见了鬼了 那就有意思了 对不对 你懂我意思吧 再多多不能说 再多多了 政治不正确 对不对 所以没办法 就是说 但是我跟你说 美国还是不容易 美国还是不容易 这样来讲 美国不容易 川普能够上来 对不对 所以你要这么说的话 你也不能说 美国是完全有问题 但是川普来了华人顿之后 那个我天被打 真的 真的就那个 照头上去 然后一叮邦 一顿揍 打得满头包 我跟你说 真的也是 也是不容易 老头 真的是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 真的是 接着说 位居最上层的是 金融的垄断的门法 老资本政治家族 二战后的新贵家族 大反观 能源和传媒领域的大亨 其他族裔很难挤进去 往下的是上流社会 议员大富豪和各企业主 然后是广大中产阶级 包括医生 律师 教授 企业高管和高级马农 继续往下是非洲裔和拉丁裔的族群 广大绿海的移民群体 华尔玛农 而最底层的是亚裔移民 难民和非法的移民群体 这个时候也不能这么说 现在非洲裔可是尊贵无比的 你这么说 政治不正确 现在非洲裔在美国 绝对 我跟你说 各个地方都抢占 第一优先 这个是事实 这还必须承认 他说 我以前在讲润学的时候 就有提到 美国申请难度最大的是工作签 2023年就已经有50万份申请了 而美国移民局 一年只会发放6.5万个 H1B的签证 另外2万个名额 留给在美国顺利毕业的留学生群体 对 现在反正抽签 抽的就可难抽了 也就是说 每年有8.5万名 拿着H1B签证的外国人 跑去美国工作 最长的可以逗留6年 如果在6年内 无法适应到绿卡 或者中途辞职 但在两个月内 没有入职 下一家企业 就只能10的包袱 就回国了 这个对吗 我怎么知道 很多人一排期一排 10年12年 怎么会6年 6年 这个我也不懂 我不知道他哪来的 人可能对了 人可能研究过 但是我知道H1B的 我知道我认识 好多人都10年12年 他拿下来了 这不太清楚 为什么6年就要拿下来了 还有他说 这是一场考验 美国打工人 能否在两个月内 跳槽到下一家的冒险之旅 也是一场 能否在6年内 拿到绿卡的艰难的持久战 这个东西没办法 美国不是特别好留 但是你也这么想 你说人的难民 人的三强进来 不也都留下来了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你能不能留下来 是看你有没有决心 我老婆以前跟我说 有一个中国女的 就特别想来美国 然后在中国 她条件也不是很好 但最后来也留下来了 有人就问他 就是说 你能跟我说 为什么你这个情况 能不能留下来 他说 我的欲望足够强烈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道成和夫 讲的心血也是 就是说 你心里敢想 嘴上敢说出来 然后你敢朝朝朝朝去努力 你就有可能实现 但是很多中国灵神 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有一些是真的不想留 这是事实 我说绝大部分都不想留 但是有一部分 有一小部分中国灵神 是想留的 但是想留 他不承认 你会发现 很多中国灵神 他明明想留下来 他就是不承认 死活也不承认 就是说一旦留下来的话 我不难堪 但问题在这 如果你连承认 都不敢承认的话 你凭什么得到他 你也不配得到他 但是和夫也说 就是你想这个东西 就是心血 你要重新 你想他 然后你敢说出来 就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你知道吗 就是你的欲望 是不是足够强烈 所以改变命运 也在这 就是说 我说实在的 你不要跟我讲 什么普通人或富人 富人这个败家嘴多了 最后整个家 挥霍空了之后 流量街头的都有 对不对 以前香港人叫什么 姓什么 小超人 最后不也混到了 一个特别惨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说什么 你的欲望够不够强 你有没有这种想法 改变自己人生 改变自己命运 力偏改命的 本来就是少数 几千年来都是少数 明白吗 永远都是这样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 金字塔永远是 小头在上 大头在下 你见过哪个金字塔 是倒过来见的 对不对 他都是如此 社会就是如此 所以就没有办法 就是说你的愿望 足够不足够强烈 是非常重要的 好吧 接着说 他说中国人的绿卡排期 已经等到6到8年了 不过算好了 最长的是印度人 他们得排到151年 意味着绝大部分 在美国打工的印度马东 在工作签满6年后 兜底挥溜溜回国 6年的干电池就实锤了 你真不了解印度人 印度人留下的可能性 比中国人大了 6倍好像 我要没有记错 应该是 中国人和印度人比 这真比不了 印度人 当然印度人 他更多 对不对 但是我说的实在 美国印度人还少 你还有多少印度人 我看美国就快 他妈印度化了 就真的 你刚才不也说 美国在印度化 印度在神经化 他现在就是这个事实 你就别再抱怨了 我印度人有什么好抱怨的 不管是加拿大 还是美国 全都是印度人为主 我就觉得快 这国家就快 就快变成印度人 你看现在500强的企业 你包括台积电 台电来了美国 都要选一个印度的CEO 因为不搞印度CEO 在这个行业化 没啥混了 你还要帮印度人 怎么着 你真的是 期待我们头上 作为作福吗 一定要 接着说 在美国的留学生群体里边 如果毕业后 想留美工作 同样的要走H1B 工作前的路线 同样要在6月内 拿到绿卡 难度是一致的 毕竟抢的 都是美国人的饭碗 不过我说的实在的 中国在发展 发展很有可能 就不这样了 你看现在 日本人和韩国人 再来抢美国人 发往来越来越少 而且你发现一个问题 比如中国有一个企业 然后说我们外派 去美国工作 中国人 现在也不知道 还抢不抢 以前是抢的 我不知道现在还抢不抢 你知道日本是这样的 日本一旦说 外派让你去美国工作 这日本人就觉得 我是不是应该辞职的 我在这工作 我在我这个公司 没有前途了 说明我的公司不看好我 外派我去美国 他就觉得 这其实大陆 觉得我一定是公司 最高的那一个 所以把我外派到美国去了 你懂我意思吗 你看日本 日韩现在是什么样子 所以中国我想 过后再发展 可能我不知道再过 10年或20年之后 是不是也会赶上日韩 我觉得有可能 因为中国其实 在走日韩的老路 现在日韩的留学生 来美国的意愿也少 留在美国工作也少 这就是一个问题 但现在还不行 毕竟 但是你会发现 就是说以前是中国为主 现在印度 东方就上来了 后面可能中国人 就跟现在日韩人 越来越少了 然后就印度人 印度人后面 我不知道还有哪的人 就是说能够接替印度人 东南美洲或什么的 再说 他说如今 整个美国社会 达到分而知之的效果 各颜色人种 各阶级群体 各政治理念 各财富阶层 被排列组合 同阶层的群体 永远的内耗 永远达成一个完美的动态平衡 在生产力没有大规模爆发前 各个阶层的流动 也越来越凝固 留给普通人的最后一扇门子 就只剩互联网了 你也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 我觉得 美国还是有一些机会 还是有一些机会 你说 那你先坐电动车 什么的 是不是 而且还有搞金融的也可以 华尔街之狼 有一些华尔街之狼 真的 就是全靠自己聪明 进入华尔街 然后白小打天下 金融业其实出现了很多这种 很多这种人 对吧 金融业 美国金融业 还是真的出现了很多 有一个电影 就是 威尔斯密斯 当典型的那种 就是说历天改命了 通过从金融业 对吧 华尔街之狼 也是那种 他也是一个 特别普通的一个小老百姓 最后也是通过金融业 除了互联网之后 还有金融业 还可以 然后如果你好好读书 愿意当医生的话 也是可以的 医生这东西门槛比较高 但是他对你的家族要求 并不是很高 我认识一个人 他就是留学生 来了美国 本来也不是学医的 到了美国之后 后来就参军了 那天我有一只奥巴马 搞那个参军 参军之后可以拿身份 然后去美国参军 参军拿了身份 然后在部队里边 他就是立志 要当 他就想学医 在部队里就参加了 部队里的医疗小组 然后拿着部队给他的钱 去读医生 后来开了自己的诊所 当然都是一号部队 那你想华人能这样 美国人也可以 有很多美国人 最后如果实在不行 就参军 其实美国人有很多 通过参军去实现 阶级的这种越迁 是有的 通过参军 以前美国有过电影 我记得那谁 大表姐 成名作 叫什么 冬天的骨头 是不是 他最后不就参军了 他去参军 就是说 因为他父亲不饶掉 家里也特别的 什么 他最后他就去参军了 所以美国有很多这种 就是出生在这种 平民窟的小孩 最后要改变自己命运 就是通过参军 所以不光是回来往美国 美国军队 其实还是拯救了很多人 美国的军队 跟着雇佣军一样 参军军之后 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参军 然后军队拿钱 让你读大学 读医 然后 但是可能军队读了医之后 要给军队服务一段时间 我记得 是不是 我认为那位朋友 他说是在军队学习 学习之后 必须给军队服务一段时间 但是军队也是给你发工资的 对吧 那后来就可以自己开 开诊所什么的 这都是可以的 对 美国很多人 而且你参军之后回来 很多政府部门 都是强行规定 优先录取 退伍军人 对吧 你帮我当警察什么的 他都是退伍军人 退伍老兵 优先录取 学校也是 退伍老兵怎么样 反正就 退伍老兵有各种各样的 就优惠 在美国 你包括 很多你这个众议员 参议员 如果你是退伍老兵 你在这个选举的时候 他都有这种 都是一个巨大的 一个加分项 对吧 他都存在的 所以美国还是 你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 好不好 他说互联网 确实是一个好东西 他可以打破信息差 可以戳破工资们 直简将上的谎言 可以解决教育 分配不均的问题 解除所有的地域限制 明师讲课的视频 由五环内 传到了荒凉偏僻的 深山老林里 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的普通人 只要他有主观 学习意愿 有充足的时间 去端研学习 那么他可以足不出户 通过互联网 补权自己缺失的所有内容 可以打破自己的阶层 走到更高的层次 这个是完全可行的 但很可惜 这事留给我们普通人大门 他正以极快的 非常诡异的姿态 怦然关闭 我不是在为人耸听 看来终于进入他的主题了 他说一共13页到11页了 终于到主题了 前面11页都在贩卖焦虑 是不是 11页都在贩卖焦虑 我不知道 最后三页终于到主题了 他说普通人面临的现状是 我们中文互联网的垃圾内容 实在太多了 他每天生产的文字 因视频内容 达到一个天文数字 这个你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我看了一下 据说美国一个著名的 P开头的黄色网站 他一天的浏览 是其他美国那些正规牛逼网站 加在四个家一起 只有他一个的浏览浪托 那你怎么说 对不对 那没法说 他一个网站 干四个就什么 把什么Google什么都加一块 没他一个 对不对 而且每天大量上传 各种的这种黄色 都是免费的 你知道吗 美国著名的 他们不就说 你问你是干什么的 上上看有一个 YouTube网有一个 他就问 一个美女 就是你开这个豪车 就是说你是做什么 他说我在一个 黑色黄色为主基调的网站 传播爱 对不对 垃圾内容多呢 你中国最起码还没有这种专门用来 就是说制作黄色视频的网站 是不是 美国现在有多少 美国现在特别多 那个P开头 还有一个I开头的 火爆了 最近是不是 你说 对吧 当然我知道 我跟你说 这还是不错的 中国共产党压着 中国没有像美国和日本这样大量的出现这种 就是说黄色产业 如果中国有一天在出现黄色产业 这帮人又开始说了 什么人心不古 事风事下 九云老太太说 一代不如一代 是不是 你看他特别像九云老太太 是不是 这还不错了 在中国互联网上还没有那么多的黄色垃圾内容了 对不对 当然现在中国也有一些国产的 是不是 有一些国产的 尤其推特上 现在中国特别多 是不是 但是你跟日本美国能比吗 日本产业链之完善 不是你能想象的 对不对 好吧 接下来说 互联网每天生产的文字音频内容 拿到了一个天文数字 而在这些天文数字里 真正有价值内容并不多 你想从互联网吸取知识 没问题 只是要花的比过去多花费十倍的时间 才能找到稍微有点价值 这个是放屁 这是纯放屁 这个是纯扯大 互联网线知识大爆炸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会不会去寻找知识 那是你的问题 但是你如果想找到知识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如果天天一定要刷抖音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对不对 当然抖音这种东西 你也很难说 它也的确给你开拓了你的眼界 我有时候 我以前也不刷抖音 最近不弄的手 抖音账号 我也在那翻翻 翻有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 反正它有时的确让你看到一些 你以前意想不到的东西 是吧 而且这种东西 我经常说 就是说 这种缺心眼 这种智 就是那种智 那种书呆子 特别我都讨厌书呆子 我跟你说 有些东西学的时候 不一定偏要学那种 跟就是说 有什么知识 有关系的东西 我经常说看书 就看闲书 看这种闲的东西 看多了之后 其实不见得有坏处 其实挺有好处的 你知道吗 所以就这个东西 我不是特别能接受 其实说 晚上找到一点 稍微有价值 有一点价值的那种 是你的价值 是按你自己的价值观 你知道吗 就你就觉得 这都不值一看 那你要这么说 那PK的网站 都不值一看了 对不对 但是多少美国人 通过PK的网站 改天立命 改变自己的命运 对不对 那女的开豪车 一问 为什么 我在黑色和黄色 为主题的网站 传播爱 所以开了豪车 对不对 他没话说 他也是经济发展的 一个东西 他也是一个产业 日本的产业 更加的旺盛和发达 那每年给日本经济 也贡献到很多东西 对吧 那你说你中国 你不搞这东西 但是中国年轻人 没看过吗 我们小时候 看到不都是日本美国的 对不对 那你一样是 就是说消费者 对不对 你实际上 你一样 就算你什么都没消费 当然我们小时候 看都是免费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消费的时间 你懂我意思吗 时间 我们把人来改变命运的时间 对不对 不是你说的 说这个意思 所以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说正常该有的就要有 就是说 你看一个电影导演也是 一个真正成熟的电影导演 或者一个真正成熟的作家 他不回避死亡和性 你明白吗 就是说他一旦回遍了 回避死亡和性的话 就不是一个成熟的作家 或者一个成熟的导演 明白吗 所以一个成熟的国家 也是不回避死亡和性 所以 你像这些精神 美国人 不是精神美国人 就是这些人 一说起来就特别崇拜美国和日本 美国和日本 是现在就是说 色情产业最发达的两个国家 是不是 你全世界 你在回来网上的色情产业 百分之 我觉得70 不是美国 就是日本的 都是在这产生的 当然很多欧洲人 搞一些色情 但是最后都在美国的网站上 美国网站上去发 对不对 你包括连日本 日本有一些搞那些色情的 不也都是在北美的搞的吗 因为日本好像是必须要有马 对不对 美国就是没有 所以有些日本企业 甚至跑到美国来拍 所以你说这种东西怎么办 但是你说这就是不是一个产业吗 它也是 它也给经济带来到好处 对吧 所以这种东西 所以好吧 我读这种文章 浪费我时间有点 多少 不咱们带着批判的 塑塔去批判他 然后他说 互联网拉接内容的无死角覆盖 新闻资讯的高度集中 注定了大部分人根本没法抵抗 这不是简单的逃避 就能让人间清醒 是真的 你只要乐意沉浸在其中 就会躺平得很舒服 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我还是那句话 就没有互联网 你躺在 那时候农村人 没有互联网 躺在甘草桌上 左手指头 不也是浪费这些时间吗 你说 对不对 他说毕竟 现实灵力 完全可以用来 当成逃避的安慰剂 12月了 还没有进入主题 我以为他有进入主题了 结果还在贩卖焦虑 他说我写文章的时候 要大量的翻阅资料 但中文互联网 能轻易搜出来的文章 根本不能看 读起来似乎故事性十足 内容流畅 细究起来的错落百出 根本的无法引用 你这篇文章是一样的 这个论文章上 一大问题都没有 大哥你这13页了 我他妈读到12页了 他说我甚至还碰到 不少行业内知名学者写的资料 内容胡说八道 却被很多媒体转载 互相转转转去 资料经过四五六首 最后变得面目全非 真实信息就这样 一点点的被污染了 你到底在传播什么信息 我的天 快把我气死了 海量文章灌进互联网沙漠 竟没一滴水可喝 可悲也可叹 在这个沙漠里边 你也撒了一把沙子 真的 我也帮你忙了 我也帮你忙了 我的天 许多人将矛头指上中文互联网 我一开始也挺认同 直到我系统了解完 国外的互联网 才发现人性是相通的 全球互联网的拉低内容 也都在日益膨胀 当然别人的搜索引擎和百科词条 至少从胡说八道 和广告弹幕的严重承诺上来讲 要比中文互联网要有节操的多 再了解第一手信息原始 会更精准严谨 这些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这你妈放屁 美国被北溪炸了 你看看美国有哪个知名的网站在报 对不对 这么重要的信息 你看有人在报 完全视而不见 视若无睹 你跟我说 算了 他说chat GPT 这段时间大火 你只要简单输入自己需要的需求 比如我要设计一个优雅时尚的高脚酒杯 帮我写一个需求描述 它就能生成相对专业的需求文案 我一个朋友给我发来的一些照片 图片 他说他是搞设计 他说现在都是AI做的 AI现在太厉害 他说这样弄几年下去设计领域的很多的这种植被可能都会被AI取代 这个是没办法的 将来早有一天AI会取代的百分之七八十的工作 原先我认为我这份工作不容易被取代 但现在发现也不行 据说现在AI就可以模拟的一个人 就你把这个人的东西大量输入给AI AI就可以模拟这个人 然后去输出一些视频音频都会出得来 就看着好像是真人在录一样 所以我觉得像我这种几千期视频的 你让我AI都学一遍 我估计明天我就失业了 然后天天你看AI往这一做就开始嘚巴 嘚巴的可能比我还有意思 这个是有可能 这个没办法 所以像我们这种职业都有可能被AI取代 不过我会跟AI竞争到底的 而且我不会跟他比谁聪明 我跟他比谁愚蠢 就跟钻石一样 你知道吗 自己不说人工钻石出来了之后 打了传统钻石无招架之力 最后就说最后传统钻石还能胜利 说为什么你知道吗 说当年没有人工钻石的时候 传统的钻石比什么 比谁更纯净 谁的杂质越少 使用越值钱 等到人工钻石出来了之后 传统钻石跟你开始比什么 比看谁的杂质更多 知道吗 因为人工钻石杂质特别少 基本没有杂质了 那么传统钻石就说 我要杂质比你多 所以我比你值钱 你知道吗 这就倒过来比 到时我跟AI比愚蠢 看看谁比谁缺心眼 好吧 接着说 他说 拆的GPT本质是一种创造工具 和Excel没有多少区别 利用的很好 就如虎添翼 但这种主动学习的能力 许多人其实并不具备 更多还是随波逐流 哪怕AI绘画和Chair GPT 再怎么优化迭代 这扇门到底开启还是关闭 都不会影响到大部分人的生活的分毫 许多人沉浸在短视频的未养中 这个不可能 AI将来会影响很多人的生活的 许多人沉浸在短视频的未养中 随便一个新闻八卦都能生成视频 再配上激昂音乐 就可以批量产出了 人们一整天被这类内容包围 回在自己的孤岛里 和外界的认知逐渐脱节 甚至有人合伙买车 开到曹县盗窃 原因是听说曹县是宇宙中心 明明这只是一个烂梗 这个东西没办法 还有人给秦城皇打钱 对不对 他说年轻人只需要几十个字的视频文案 就能领略世界真相 洞察社会的规律 被灌输未经考验的从云知识 指点争江山征战沙场 一边激昂亢奋 充满正义网报 一边流泪痛苦 沉迷于廉价的感动 每个人作为人的特征 被贴上了数字标签 形成一股可量化的数据 在这座大牢笼里 商业化运作 每个环境都在评估效率 以产出价格 其实说的都是不对的 老毛那个年代 你说雷锋 那老毛一说雷锋不就是 整个就被封神了吗 那个年代不也这么搞吗 那信息区范年代 其实也是这么搞 现在也还是这么搞 对不对 现在最起码还能够 就是说还有个反转了 网络经常反转 你发现没有 经常先 马上一个大反转 对不对 还有个反转的 那个年代 雷锋怎么反转 你到现在你反转个雷锋 我看看 不是老梁不是说了 与其雷锋差点没给封号吗 对不对 你到现在雷锋 你能反转吗 你都不敢反转 对吧 所以现在还好点 比以前强多了 对吧 好 他说表面上 互联网很温和 包容开放 人人平等 我们有很多选择和方式 去看待这个世界 但直到最后 也并没有让人变得更加 聪明成熟 思维和心智 被局待在一方天地里 关键是 每个人还认为 这是正常的 思想上的服从 让一切变得越来越贵淡 而互联网 作为留给普通人 最后一扇门 也被密麻麻的垃圾 全堵上了 一切都有希望 只是对普通人有点绝样罢了 文章结束了 13页全部都在贩卖焦虑 一点价值都没有 总结一句话 最后这句话 就是互联网留给普通人 最后一扇门 也要垃圾堵住了 这就是放屁 放驴弹屁 因为按照他的标准 我们在这录的视频 也都是垃圾 对不对 所有的海外 都是垃圾 对不对 人家这么高级 这么牛逼 对不对 能看得起谁 对不对 所以就这傻逼 我跟你说 就是真的 就互联网垃圾里 最大的垃圾 完全浪费过时间 所以实在的 13页的视频 我在这读了一遍 我说一遍 这篇章如果我从而来看一遍 这个视频我就不录了 就是别人给我发来之后 我都看点标记 我就不想看 所以我就开始录 结果录了两期 就录录这种鬼 谁坚持看到现在 我对你表达 充分的敬意 知道吗 真的是 我对不起你了 以后这篇章 我会大概一起看一下 如果就这么烂的话 这视频我就不录了 好不好 浪费我的实验 浪费大家时间 我在此向所有人表达 抱歉 真的 我帮助这种傻逼 为互联网又增加了 一个最大的垃圾 就在这 你知道吗 就是真的 互联网产生垃圾 这典型的互联网垃圾 你自己在骂自己 我不知道这种垃圾 从哪来的 好不好 等到这里 向大家 抱歉 因为我的视频 一般来讲 都不这么垃圾的 是不是 我虽然垃圾 但是不这么垃圾 垃圾我们也有尊严的 知道吗 也不能这么垃圾 气死我了 好吧 不过还好 虽然他的文章很垃圾 但是 由于在我的纠正的过程当中 你多少还是学一点知识 我还是把它的垃圾 稍微给你精练的精练 那他就是说不那么垃圾 好不好 抱歉 好吧 之一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